平等生活劇場 由平等機會委員會 香港電台第一台 聯合製作 基哥, 為何這麼遲? 活動就快開始了 那訪問 放心, 剛才我捉了幾個團體代表 談了 阿萍, 你真的越來越聰明 真的對不起 我剛才一出電梯 發現走廊的盡頭有道很重的門 門的房邊還有幾個垃圾桶頂住 我開不了門 打給你 你可能在工作沒空閒聽 我唯有讓人開門放我出來 唉, 又是這樣 我記得有機構最近做了調查 考察了全香港二十五個商場 結果有七成商場的無障礙設施 都是不達標 譬如說, 斜道和升降機都設在後門 有些就要逃經垃圾房 廁所門有沒有適當的點字標示 視障人士去到門口 都不知道裡面是男廁還是女廁 是啊, 還有一件事更少人留意的 就是給農人用的視障警報系統 遇到火警時, 如果有個農人在廁所 沒有視障警報系統的話 他又怎會知道要逃生呢? 其實屋宇柱早在2008年已經發出了設計手冊 裡面列明了不同用途的建築物 譬如是商場、百貨公司、酒店、戲院、超市等等 需要安裝什麼設施 我還記得關於斜道的指示 都說明要方便長者和殘疾人士 獨立地通行無阻 有幾個商場在這個方面做得越來越好 我平時都喜歡約朋友去那些地方聚會 其實, 隨著人口老化 長者對鄰椅和其他輔助設施的需求 只會增加 那些無障礙設施做得不足的商場 很可能就會流失了不少顧客 包括長者和照顧他們的家人 好了, 活動就快開始了 我們先分頭工作, 等待再談